当看到曾经的400米之王 拥有绝对统治力的他 只不于东京半决赛师 凭用钱的你是否也会和小排一样 赶到无谓杂陈 这位短跑历史上最全能的速度飞人 终将会成为历史 他就是范尼凯克 成名于2015年的他 一路走来为田净迷 献上了一场又一场的经典比赛 范尼凯克初次战上世锦赛赛场 就击败了两位奥运冠军 成为400米赛场上的先王 那时的他 脸上没有出赛场选手的智能 目光里也闪着一路向前的光 2016年时 是范尼凯克封神的一场43秒03的成绩 让后场区的博尔特 惊讶到无起了嘴 田净传奇迈克尔约翰逊兴奋到站起身 那时的他 眼神中 依然充满了火力 朝着突破43秒这个终极目标前进 但这一切 都在2017年破碎了 范尼凯克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 意外受伤 十字韧带加上半月板撕裂 这一拳 让范尼凯克没能再站起身来 也让世界填坛损失了一位 能够与伯尔特平起平坐的运动员 直到2020年 范尼凯克再次站上400米的赛道 这是他治疗三年后 首次站上赛道 赛前他张开手臂 拥抱着阔别已久的赛场 呼吸着熟悉的味道 再一次朝着梦想出发 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5秒89 这已经是这个大伤归来的范尼凯克 所能创造的极限成绩了 旗炮依然暴力 连旗炮器都被登飞 但伤病给它带来的影响 是无法再达到的巅峰 是无法再完成的梦想